大家好,我是老猫 昨天我的一个朋友问我 他用刚刚更换的全新的加拿大十年护照 去申请中国的十年多次往返签证 但是拿到手的却不是十年的签证 只有九年 我相信这个疑问一定不止他一个人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 但是作为一个学理工科的严谨的科研人员 怎么能不知道这背后的逻辑呢 今天我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 看看这丢失的一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加拿大 申请过中国签证的朋友一定都有体会 申请过程一言难尽 因此大家都希望申请一次能管的年份越长越好 这也是为什么多数人会选择最长的 也就是所谓的十年多次往返签证的原因 但是即便您手上是一本全新的护照 去申请签证 仍然只能得到九年 有人会说签证官这也太随意了吧 太任性了吧 其实别忙着埋怨 这一次还真不是签证官的错 听我来给您慢慢梳理 十年的护照 九年的签证 这丢失的一年其实是分为两部分的 它分别是两个六个月 先看一下第一部分 护照的有效期 虽然大家都申请过护照 但是却很少有人真正会去注意一个规定 这就是在国际上通用的 英文叫Passport Six Month Rule 翻译成中文就是护照的六个月有效期规则 具体内容是说 如果您在国际间旅行 在出发的时候 您手上的护照应该至少还有六个月的有效期 其实很多国家在颁发签证的时候 对申请人都会有这一条要求 那就是在申请的时候 护照必须有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 只不过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条 举个例子 如果您在中国旅行 您手上的加拿大护照的有效期 是2033年12月31号 那么您最迟离开中国的日期 就不得晚于2033年6月30号 换句话说 您在2033年6月30日之前 必须离开中国 只有这样您出发的时候 手上的护照才是有效的护照 所以回到我们题目中说的 申请中国签证的时候 尽管护照的有效期是10年 但是最后的那六个月 由于护照已经不能用于国际旅行了 因此呢 这最后的六个月 要从签证的有效期里扣除 所以在申请签证的时候 丢失的那一年 那就是丢失的那12个月里 其中的六个月 是从这个护照的有效期里丢失的 这里再多说一句 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都实施这个六个月的规则的 这个护照有效期的六个月的规则呢 它还有一个 那就是三个月的规则 欧洲大多数申根签证的国家 是执行三个月的原则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部分 看看第二部分的那六个月 是怎么丢失的 多数朋友们申请的回国签证 都是短期的 少于180天的Q2签证 也就是说 入境中国之后 最多可以停留 180天六个月 第一部分里我们说了 您的护照的有效期 是2033年12月31号 但是要确保您在出境时 护照仍然有效 您就必须在2033年的 6月30日之前离境 由于您持有的是Q2签证 Q2签证最多允许在入境中国后 停留180天六个月 因此呢 那就要从6月30号这一天 再往前数6个月180天 那就基本上到了2032年的 12月31号 所以说尽管您的护照是10年 到2033年的12月31日才过期 但是签证期间停留的6个月 和护照最后的6个月 都需要从这个护照的10年期限里减去 才能够确保旅行证件和签证 同时有效 这里我用一个反例来说明一下 如果您的护照的有效期 是2033年的12月31号 您得到的签证也是10年的 也是在同一天失效 那么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根据Q2签证的规定 只要您在签证有效期内 都是可以进入中国的 而且进入中国之后您可以最多停留6个月 这里我们做个假设 您于签证有效期内的2033年2月1日进入中国 随后在中国居住了6个月 注意这都是符合签证规定的 6个月之后也就是8月1号 您准备离开中国 现在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8月1号距离护照的到期日 12月31号只剩下5个月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根据护照的6个月法则 您手中的护照已经不能用于国际间的旅行 事实上只有这个护照您不能从中国出境 看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吧 申请中国的Q2短期探亲签证的有效期 一定是比护照的有效期少12个月的 如果哪位朋友用全新的加拿大10年护照 申请了中国的长期探亲签证Q1签证 欢迎在留言中分享 看看您得到的签证到底是几年的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认为这个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 欢迎转发给朋友们 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记录普通海外华人的生活 也会不定期的分享一些关于旅游签证 退休养老 以及海外华人关心的简单的税务信息 希望您能在我的频道里找到您感兴趣的话题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加拿大老猫的花样棉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